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最后却是联手海澜 扳倒了剧中的大反派 令妃未艳晚 陈婉音也是剧中为数不多的真正喜欢皇上的妃品 在剧中陈婉音是活到了大结局的角色 而历史原型晚贵太妃更是全剧活得最久的太妃 晚贵太妃是乾隆皇帝后妃中最为长寿的一位 享年92岁 这个年龄在现代都算是很长寿了吧 何况是一学著发贷的年代 曹锡文今年出了如意传 还出演了电视剧《凤一》 这部剧由徐正希和红杉主演 曹锡文在剧中是女二的戏份 如意传中的陈婉金 看剧照是高度还原原著人物 演技也是不用担心的 毕竟是提名霍飞天奖的女演员 图片来自网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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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